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茲森 今天和你們分享的是 我這次從日本帶回來的 就是在銀座 他們有一家是在百貨公司裡面的專櫃 然後是專門賣藝術家所出的商品 然後這次是要和你們分享的是 土屋人影 日本藝術家所設計的香香貓 香香貓是阿季取的 叫香香貓 然後從銀座買回來 又會幫你包一個氣泡墊 就是怕你在運送的過程中回來的途中有任何的毀損 所以我覺得算是買日本的東西 我覺得超級貼心 就是他們會包很細心 還有一個質感很好的木紋的盒子 然後土屋人影他的作品呢 就是這個的原作是一個貓咪的木雕 然後這次他把它做成娃娃 這個就是香香貓 可以看到這隻貓咪 然後他的形狀就是貓咪最舒服的坐著 通常貓咪有這種姿勢 表示他很有安全感 然後坐著然後手手會這樣子往內玩 然後尾巴會這樣靠著身體 就是他很有安全感 很舒服這樣呆著 所以那時候看到這個樣子 就覺得 我好喜歡這隻貓咪 然後裡面會附上這張小卡 我們就叫香香貓 然後你在購買的時候啊 電源會拿貓咪給你檢查 然後你可以看你滿不滿意這一隻 然後如果不滿意的話 他會再拿下一個箱子給你再檢查 因為他們這種娃娃是手工縫製的 所以每一隻會有點些微不一樣 然後那時候因為他的現場櫥窗有擺一隻 我後來在檢查過程中還發現 天啊 他真的超級美的 我們來先來看他的造型 這個就是照他盒子手上一開始所出現的 就是貓咪 你看他的表情 好可愛 然後手這樣子彎彎往內彎 然後尾巴就這樣子 好可愛 然後那時候我去查一下資料 這是省熟的部分 就是有點 假如說你家是有那種玻璃的桌子 然後貓咪如果在上面 就真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扁扁手這樣子 然後你看他的腳腳 有貓掌耶 貓掌 超級可愛的貓掌 這樣兩個 而且他超級可愛是那種尾巴 他有這樣做粉嫩粉嫩的樣子 好 摸起來超級舒服 這個像貓 然後他這裡的線 是粉紅色的線 然後耳朵扁扁也是有粉嫩粉嫩的感覺 然後令我最壓力的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兩邊的眼球顏色是不同顏色 就是這一支是有點偏藍 在鏡頭上沒有很明顯 可是他的邊緣是藍色的眼珠子 另外一邊是有偏咖啡紅的感覺 貓咪 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貓咪的人 然後可是因為本身對貓咪過敏 不能去養貓 然後你又很想要享受有抱著貓咪的生活 你可以考慮買一隻香香貓 就這樣抱著 就這樣抱著 還蠻像你有養一隻貓咪的 然後他可以摸他的頭 因為如果是真的貓咪 他們不喜歡這樣被抱著 然後也不喜歡這樣一直被摸頭 會生氣 所以你會自己想想貓咪 剛好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OK 超級可愛的 嗯 如果這樣放在家裡 感覺 就是一種 不知道我會覺得心情很好 每天看到一隻很可愛的貓咪趴在那裡 然後姿勢又是那種 給人很有安全感的樣子 貓爆貓咪 這一隻香香貓呢 是二代 他之前有出了一代 就是是做的 然後立起來的 然後這次是趴的 所以一代 以及目前在市面上 你要買的話 只能去到拍賣網上找這樣 希望你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想持續看謎之聲 買一些有的沒的很多的 別忘了持續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我真的超愛買娃娃 我現在目前已經很克制 就是 迪士尼那些娃娃 已經慢慢可以忍住不買了 那這種 超級可愛的 有貓咪的 嗯 就很 就也不是嫌棄用下 會很 衡量之下 就把它包回家 超級值得 香香貓 別忘了持續 追蹤訂閱謎之聲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